我们发现,嫦娥6号样品相较其他样品,一调粘稠,还有结块的现象,这都是直观看到的,一调粘稠,还有结块的现象 原来前苏联才是世界最早的电炸受骗者,55年前,美国宣布载人登月成功,迈出了人类史上的一大步 不甘示弱的苏联,在航天领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,最终导致经济压力负荷太大,继而加快苏联的解体 但这次咱们的嫦娥6号到月球后,并没有发现老美登月师所说的阿波罗彭帝 陪总已经在节里掩饰心中的喜悦,结果显然不言而喻,对此老美回应,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阿波罗的踪迹早就被风化了,在这分享一个冷知识,月球表面上没有大气,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风 所以当年老美的登月师平民,那面随风飘扬的国旗也遭到众多人质疑 不过虽然月球没有找到阿波罗彭帝,但是网友们却在地球上找到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,此次嫦娥6号的探月之旅,预计耗时53天才能重返地球 而55年前的阿波罗载人登月,仅仅只用了8天,成功返回地球后 美国宇航员出舱就能见不如飞,完全无视太空失众和返回舱着陆的冲击影响 种种迹象看来,飞行器成功登月不假,但宇航员真的踏上过月球吗? 此刻最憋屈的还得是前苏联了,坟头草都两米多高了 现在你告诉我,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炸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嫦娥6号还成功绘制出首套月球高清地图 按照国际惯例的话,这下月球真的要归咱们了 还没横扫地球,就要统一月球了 自打嫦娥6号成功登月后,各个国家的情绪都太真实了 其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巴基斯坦 因为这次兔子出发前,还带上了好兄弟巴铁的立方形 这也让巴基斯坦一夜之间晋升航天强国 成为全世界第四个拥有月球的国家 观看直播的现场,巴铁人民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所以说,当年人类的一大步到底走哪去了 而且这次登月中国不仅带了巴体 还带了法国和意大利两个欧洲大喇叭